今天來到這邊呢,我們要做一件事情 登登! 上面寫什麼? YouTube 其實你可以看喔,上面這個 膠帶是封起來的 對,裡面是什麼呢? 你還可以打開來看 我指甲應該夠尖 夠尖 欸,我指甲真的好尖喔 欸,等一下,先看一下 它是從哪邊寄來的 Shipping Department 喔,欸 算了,沒寫地址 還有那個郵地區喔 你等一下回去Google郵地區好了 好,七四三四四五一七 應該是美國寄的啦 是啦,它有寫USA啊 這個東西要從美國寄到台灣 我們再把它帶到日本來 我們來看裡面是什麼東西 二度空運,探足機超高 探足機超高 探足機超高的YouTube 我們就可以證實裡面是什麼東西 登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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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登 欸,幹,為什麼裡面還有 為什麼裡面還有 還要附一個海綿呢 欸,等一下,等一下 等一下,等一下 這個要拍吧 這個,這個就 這個就證實 就是這個 這個東西我真的沒開過 對啊,它完全不知道 它真的長銀色的耶 可以把它拿出來 欸 欸,難怪 難怪真的有點重 喔,你知道 我為了帶這個東西出來喔 然後呢 我的行李差也超重 樂陶線7公斤 可以拍得到嗎 這樣拿比較好看 原本這個開箱活動呢 原本今年是計畫要在 要在武嶺 因為我要去玩那個縱走 對,然後結果呢 四月地震 然後就不敢上山了 所以說我們就決定改變更計畫 改來這個 一月曾經發生過地震的地方 沒有那麼高的山 對,沒那麼高的山 三千二根 這邊也有兩千多耶 這兩千,兩千七兩千八吧 對啊,其實才差五百公尺而已 那可以啦 可以啦 再跌一棟一零一上去剛剛好 對對對,再跌一棟一零一上去 好啦,可以 好,那我們就 我們就完成我們的這個是什麼 十萬企劃嗎 有夠水的開箱 然後還搬得很重 這個水分有夠多 好啦,那就這樣子吧 欸,剛好開始下雨耶 對啊 天氣很好 高得還不錯 把它完整的 完整的碳足跡再回到台灣 這個碳足跡有夠高了 沒關係啦,我已經不怕了 反正我回程庫旁有十公斤 你有十公斤的碳足跡可以用 來的時候只有七公斤 對,因為呢 沒有沒有,我現在還有一個補完企劃 就是呢,原本想說要在武林 要騎車上去 所以我把我的車子穿在身上 對不對 就是 就是一個 還是有 還是有把機車帶著 為什麼 recognize your seat 它有一個東西是那個 台灣人應該很熟悉的 叫什麼 SUPER DRY SUPER DRY SUPER DRY 極度感重 不是吧 他們要下班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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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要放在裡面 然後這個要放在外面 沒有,我跟你講,我真的覺得這裡是荷歡山 你看 會下雪 阿,全部都是台灣人 阿,遊覽車會經過 在那滑要下班 阿,這裡一定是荷歡山 所以你還是在武林拍啦 對啊,我是在武林沒錯 對啊 這個東西呢 你看,上面這個還是剛才割出來的 正式 對啊 探測性沒有那麼高啦 這裡是武林 這裡一定是武林 從黑部大壩折返之後 當然就是馬上衝來雪牆 下午的人潮 果然是比早上少了許多 不過也才發現 原來是有指定開放時間的 幸好有趕在截止之前抵達 我們在這邊看到什麼 見尾 旁邊是什麼 國聖宮 東國聖宮 東國聖宮 鑽破都是台灣人 這是什麼 秀香 全部都在寫字耶 一堆人在上面塗鴉 我突然想到啦 我覺得這邊呢 比較適合 我們給他一個新的名稱 叫什麼 這邊叫泰魯閣 因為他不要叫栗珊 我們要給他叫栗霧 不行 回程的交通方式 其實就跟去城一樣 在上一片已經有講過了 所以就不贅述 畢竟這片的重點 除了10萬訂閱的獎牌開箱之外 還有從栗珊黑步行程 得到的台灣國內旅遊升級構想 我們現在在包車達人中 我們現在 這輛車我們包了 我們從栗珊出來 現在在 其實我不知道這一站的 這個字中文不知道怎麼唸 我剛剛唸辯 但他看起來好像也不叫辯 反正他是負擔地鐵兩條線的交會站 我還是覺得栗珊呢 就把他改叫栗武 對 啊有峽谷嘛 對有 你看有峽谷 啊然後 然後到山上又有雪 啊對山上有雪 又有非常多的台灣人 對然後還有 有巴士 對 所以 沒有啦其實重點是在於 那差別只是沒有鐵路聽過 像剛才搭巴士的時候 我原本以為他的車上介紹 只有上山方向有 後來下山方向也有 但下山方向也有 他應該是為了顧行業過來 顧從東邊過來的人 因為大部分人應該都是 單向移動 像我們這樣來回的其實 應該是 比較少啦 反正我覺得不管怎麼樣啦 我是覺得說 未來就是 我覺得台灣其實也有 其實發展類似的那種 環境路線 他那個巴士上面的 他那個螢幕還是可以收放的 因為我是覺得就是 你有那種東西之後 你就 你就不見得就是說 需要有 車上要導遊 對然後 你錄了那個 那個錄音檔啊 影片什麼的 定期有更換 然後你要在對的地方 放對的東西就好 對 為什麼我剛剛一直講異物 其實我覺得 像中肯就很適合發展啦 你就從太魯格進去嘛 一路往上拉 可能拉到武林之後 可以再下來 甚至說 如果真的有心的話 你要直接灌到普林 其實我是覺得 當然現在可能不太行 現在可能不太行 等他修好之後 其實 剛好 感覺其實剛好可以是一個 大剪刀的事件 因為 剛好現在不會有工作坑 你也沒有辦法進去 那可以趁這個時候 簡直思考這件事情 其實也不知道 然後尤其就是像中肯 他也沒有補的事 你就勢必是要公車上去 所以他勢必不會像這個 什麼阿爾菲斯路線一樣 就是你要什麼 什麼七種不土允具 沒有我們台灣可能就一種允具 沒有 那以後我們可能會有 中橫高速公路啊 這影片上的時候 反應應該過了吧 沒有 但是中橫高速公路 跟中橫走的路線 又不一樣 那對啦 中橫高速公路是從普林子川啦 這邊 那個第三 叫 那個是本阿爾菲斯山 我們以後就把 中央山脈改名 叫台灣阿爾菲斯 台灣阿爾菲斯 對 那就一樣嘛 因為他在這個路線 以南 南邊一點 他是有那個 中部縱貫高速 對啊 我們有中橫高速公路嘛 對 他們只是 他們只是 南北 他們只是橫過來躺而已 邏輯是一樣的嘛 對不對 我們也有中橫高速公路啊 對不對 沒有問題嘛 OKOKOK 好 那我們就說在這邊 我覺得這是一個很棒的建議 好 拜拜 拜 從立山下來之後 我們選擇在岩辯四站轉成五二月上龍線 由不同的路徑回到富山市區 而列車同樣可以直接駛入電鐵富山站 五月中去日本時 也沒想到兩個月之後 來了個強台開密 除了中南部成為水鄉澤國 更讓還沒走出地震陰霾的花蓮 又遭遇狂風暴雨的襲擊 另外的台鐵扁迴線橋梁被沖毀 至於還沒修復完成的中橫 可以說是雪上加霜 什麼時候地址才能回歸穩定 可能也不容易評估 只希望不要跟南河一樣 一修就是漫長的十三年 當然也期待在重建的這段期間裡面 海主管著觀光發展的交通部 能夠評估這套仿效日本地山黑部的構想 讓未來國內外的觀光客 都能夠輕鬆飽覽 從泰魯閣一路上梳到烏嶺的這段美景 畢竟壯麗的峽谷跟一望五季的雲海 可不是隨便個地方都能體驗的 這是炸蝦洞 以及 富山蟬的白蝦 然後這個是 欸 仙伯 欸 仙伯欸 他居然咬有仙伯欸 看嗎 看嗎 對啊 可以看看喔 他裡面有白蝦 旁邊這個有什麼獅魚 他寫什麼獅魚 就是 俗成應該 最接近的俗成應該是青桿 對 還有 他說還有那個什麼 魷魚 在一次麽 鷹窪財 不錯 領導呢非常精心的在幫他的食物留下的遺兆 我覺得在百貨公司裡面 店面非常的傻笑 好 我们请领导发表看法呢 吃的津津有味 因为呢 没有吃午餐所以真的点头了 那在这趟行程之后 我跟坐在对面的领导 也决定趁着突破10万订阅的机会 重新开始Podcast的录制 不过这次会同时加入直播的形式 原则上在星期天晚上10点半录制 以更轻松的方式跟大家闲聊交通时事话题 再请多多支持咯